我这个已经分得虚极快的 我现在需要想留个纪念的话 现在可以拍了 但是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要一个小小的建议 然后可以呢 把外景拍下来 合拍呢 就没必要了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真正的木吧 这里面呢 不是摆设 它还是真的藏的人 不吉利嘛 就从我们这个台阶部分开始 脚下的地砖都是老的 1815年 208年的历史了 然后眼前的这个宏伟的建筑 香飞墓 它的年份是有多久了 我们刚刚讲了一遍 就是说它是家族墓 至今为止呢 这个明末清初公元的1640年 1640年 383年的历史 现在383年以来 这个建筑们要遭到过大型的破坏 也有充满 这是这次是国纳和的 这次是网的 这种鱼匪呢 它们在网上次开出的 磴医生 有很多技巧 在装上 现在来看 它的纤色呢 很纤变 现在更长了 那么年轻涩 那就是 这都是老的 春天人的纤尼 涸的燃装 只有一次在五六年的时候 当地发生过一个6.9级的大地震 就导致这里面本来有 等会记住之后我们就能看到 本来有72个木 其中的24个就这么大一个地震 导致就塌下来了 保留下来的58个 表面的只有20%部分的砖 就是我们后期自己的砖 但是大部分80%的琉璃瓦呢 那都是还是原来的琉璃瓦 好 来 我们五十坦大家 我们就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这边不是这边 这里面是北方的 在那边的小嘛 因为我们不在那边 这是个压力的 是一个压力的 很高兴 可以吗 这么高兴 这边游戏 很高兴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流离法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你们感觉 你们感觉这种的是新的 还是旧的 你们也是这样感觉吗 其实我们看到褪色的 褪色的是新的 反而我们这种颜色鲜艳的还是老的 你们可以上手摸一下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这个烫手啊 表面呢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琉璃这个东西 它这个有两种颜色对吧 这个蓝色呢 它是以这个清津式为主的控制颜料染制的 像绿色呢 那就是春天然的绿色植物了 反而我们看这个褪色的 那都是化学的成分 它就会吸热 况且颜色就只能保持 四五十年就褪色了 由于这个技术呢 没有搬出 没有流传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会不会有格的技术 都没达到这个水平了 哇 哇 来 我们股市盘的 音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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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